大家好,喜欢吃无香豆腐乳,别去超市买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它的制作教程 不用发酵,干净卫生,香辣美味,非常好吃 做法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准备一块地锅厚豆腐 先改刀切成厚片,这个厚度自己来掌握 再切成长条 最后再一次切成小方丁 大家看一下 最后全部把它切成这么大的四方块就可以 切好以后均匀地摆到蒸屉中 盖上盖子,锅里水烧开,上汽即时,蒸6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把豆腐取出来自然凉凉 接下来调一个五香豆腐乳的调味料 盘中放入两勺五香粉,13香适量 一勺花椒粉,两勺食用盐 辣椒面稍微多一些 一勺炒熟的芝麻,这样吃起来更香 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倒入80年的白酒稍微多一些 再把晾凉的豆腐放到白酒里面 将豆腐的四面八方都均匀地沾上一层白酒 沾上白酒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豆腐表面沾一层白酒,还能使沾上的调味料慢慢地都适应到豆腐里面 每一块豆腐都像这样来操作 然后把豆腐挨个摆到消过毒的玻璃瓶子里面 视频都看到这了,如果你手机还有电的话 请帮我点一个红心支持一下,万分感谢 接着再往里面倒入熟的食用油 最后上面少倒一点四汁辣椒油 82年的高度白酒封口 直接把盖子盖上拧紧 放到阴凉通风处进行保存 自己做的五香豆腐乳吃得干净卫生 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香辣入味又下饭 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七天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红亮又人 打开盖子香气扑鼻 尤其是早晨不想炒菜的时候取出两块 用来旧馒头,非常的下饭 做法呢也非常简单 今天为大家分享五香豆腐乳的做法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留下你宝贵的爱心 收藏转发支持一下 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